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新 今天小新来到的地方呢是湖南省刘阳市 这里不仅是著名的花炮之乡 还是湖南省最大的食品制造无人工厂聚集地 听说啊在这附近上班的打工人每天都能摸鱼 今天小新就要进场体验上班一天 看是不是真的这么轻松呢 穿鞋套戴口罩和工作帽 换连体无成服 两次对双手浸泡消毒和烘干 最后进入风林市除尘 经过一套不算轻松的清洁流程 才能进入这家食品生产和包装工厂 工厂经理陈阳告诉小新 严格人员进入程序 是为了从源头上保证食品质量安全 建造万级净化标准生产车间 陈经理我听说在咱们工厂上班的打工人特别轻松 您能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吗 那就得从打造无人工厂说起来 像之前我们每一个工序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来操作 而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引入了先进的自动化设备 以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 从而大大减少我们的人力成本 以及对我们的产品质量有了一定的保障 我们车间40台包装机开双方24小时 产足60吨的产量 陈经理 咱们工厂用机器生产和包装这些产品 难道就不会出现什么披露吗 这个不用担心 看 这就是我们工厂自主设计的一个实用型新型专利 它可以通过打料扫板 让我们每一包的抹露产品进行平铺散开 每一包都能通过我们的S光机进行检测 检测合格的才能流入我们的外包面丁 我们的开箱机代替人工开箱之后 然后就会进行到我们的装商工作站 装商工作站里面呢 设计有并延机器人 俗称蜘蛛手 它每分钟能抓45号我们力量包装机 缓出的中包产品 实现了高效率的装箱 这一个机器人啊 俗称麒麟币 也就是我们的马舵机器人 它完全代替了人工搬运重物的一个工作 可以吸过80公斤的一个重物 很好的降低人到一个劳动处理 当我们马舵好多货物放在托板上之后 这时候我们的高大哥就来了 它就叫插曲型AJ 它可以承载1.5吨的一个重物 同样在续航方面也不用担心 充电一个小时可以连续工作8个小时 自从2022年我们车间投入自动化之后 在人力成本上我们节约了140人 这样值相对于去年我们增长了46% 在工厂逛了一圈啊 好像发现真的没有我能做的事 但我听说工厂里还有一个人气特别旺的地方 是哪里呢 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我们实验室是工厂为了保障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而建设的 目前已经通过了CMA认证和CNAS资质 具备检测项目资质共计139项 满足咱们产品出厂检验的需求 每天实验室都有26名检测工程师为食品安全把关 是咱们工厂打工人最多的地方了 在智能制造时代 机器花生产为食品加工业提效赋能 使美味能更快一步到达消费者嘴边 而食品安全也是生产的底线 对食品质量的精细把关 能让打工人解放双手的同时 也能让大家吃得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